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Brothers and sisters, peace be with you! 感谢主的恩典,神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安息生日! Thanks to the grace of God, He arranged for us a beautiful Sabbath day, 为我们预备了很好的天气, 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继续在教会来敬拜神, 因为我们都能够从主获得满满的恩惠,平安! 小弟现在奉主耶稣圣明,来跟大家查考,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这是我们今天读经进度神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八章, 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 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 主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主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这句话,其实神之前已经讲过几多次了。 这句神要摩西对法老说的话,也会不断地重复出现在以后的经文里。 那这个也是神一开始选招摩西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所说的话。 神从天上下来,特别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痛苦。 他特别跟摩西显现,要他去见法老王,要将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交给他来执行。 那以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对神却没有不可能的事。 神这样子跟摩西说。 我们如果看第三章, 第三章,第十八节。 这是神跟摩西已经先说好,他回去埃及见到了他们的长老之后,一起去见埃及王的时候,要讲的话。 第十八节。 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 对他说,主西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主我们的神。 第十九节。 我知道,所以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 二十节。 我必身所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歧视,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你看这一段话,其实神已经跟摩西预告了,他现在去见了法老王会有什么结局。 法老王绝对不会轻易地让你们走的。 那神说,我知道,我虽然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会让你们去。 但是神说,我要伸手在埃及中施行一切的歧视,攻击那地,然后他才会让你们去。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神的一段,神的计划。 那现在神,他要执行就是透过摩西来做。 那神要摩西去见了,去打,叫到这个王是非常刚硬的王。 这个王是出我凡的,等一下说好,等一下不好的。 那当时候他又是最有权力的。 因为当时候埃及是最强大的。 连法老都自己当做神,把自己当做神,觉得很伟大。 那要去跟这样一个王打交道,跟他交涉,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如果今天这个王是不好相处的,跟他在一起做事的人都会感觉到很恐惧的。 我们真言有一句话这样说的。 如果看真言二十章,真言二十章,我们读第二节。 真言二十章第二节说,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 那这里其实在谈两个层面。 如果在地上的王,其实他拥有权柄,他可以随意生杀。 真的有时候像狮子吼叫,王一生气,人就没命了。 所以古时候,王就是法律,王就是执行者,要杀,要活都在他手上一句话而已。 好,那有时候王也会给人家恩典啊。 但是那个恩典都一下子而已啊,就过去了。 如果我们看十九章的十二节。 一样啊,真言里面他这样讲,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 好,这个就是地上的王。 你看他,他基本上,他特别强调他的愤怒,像狮子吼叫,是让人害怕的。 那这个王如果是充满慈爱的,他不轻易发怒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如果这个王是刚硬的,他死不认错的,那底下的臣民就糟糕了。 所以,现在神要摩西去见的法老王,就是这样一个刚硬,而且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统治者。 这个王跟四十年前摩西曾经接触过的那个王是不一样的。 这个王是恨不得把以色列百姓全部杀光光的人。 现在杀不掉,就把他们当奴隶再用。 好,那其实神要派摩西去执行这个工作,对象神早就很清楚。 可是摩西啊,他虽然自己认为不行,但是神就是说你要去。 那这个是神的差遣,所以他身上负着神的使命。 现在摩西要进去见法老王的时候,他绝对不能够是那种很软弱,然后要祈求那个王的怜悯那种人。 他现在是神的代表,等于是替神下命令要法老做这个事情,让以色列百姓离开。 我们昨天聚会已经谈到神是如何来装备摩西,让他最后可以接受这个任务。 那我们现在看第七章。 诸外经记第七章。 神派摩西去的时候,其实带着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去的。 虽然世上掌权的王师很有权柄, 但是这个王位实际上是神给的啦。 天地的主宰,那个至高的掌权者是这个独一的神。 第七章的第一节。 主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其实这句话如果你用英文或是原文去看他的意思。 他是说,看啊,我使你如神去见法老。 那你的哥哥亚伦是你的先知,就是替你说话的。 这是神赴给摩西的一个新的身份。 他现在是神的代表。 神说,我要让你在法老面前像神一样讲话的。 是非常有权柄的,有尊贵的。 那你有一个发言人就是亚伦。 那亚伦是当先知在说话的啦。 所以他是有同工的。 现在神派亚伦跟摩西进去见法老。 是要跟法老王交涉的。 这是一件,如果我们今天来说是最困难的工作。 没有人想要去做的。 那他们现在是神的使者啊。 他们现在进去见法老,绝对不能够先被法老这个威权吓到了。 神第七章的第二节,这样子跟摩西亚伦说。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荣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神是跟摩西说,我告诉你的话,你都要说,你不可以保留的。 有时候我们说话是什么? 有时候预测对方的反应。 对方如果生气,这个话不要讲。 我们人跟人相处,如果比较会看脸色的,会比较了解的就是说, 这句话不要讲下去,讲下去可能就会吵架了。 我们就说,这样的人比较会做人。 比较圆滑啦,就是比较圆滑。 比较不会去跟人家吵架嘛。 现在神要摩西去见法老,不是要跟他和平的。 现在摩西进去见法老王的时候,不可以看法老的脸色啊。 法老生气,他知道法老生气,这个话不要讲。 你看,我们现在有些想一想,我们今天如果看到神对摩西所讲的话, 如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这样做吗? 当时候,神的用意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以色列百姓一定要离开埃及地, 不管法老同不同意, 以色列百姓一定要离开。 他就算不同意, 神就要刑罚。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看王的脸色。 这件事情要完成是神的旨意。 摩西现在是替神来执行这个工作。 所以神特别吩咐说,我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要说。 那最后是由亚伦去跟法老下命令说,你要容他们离开你的地。 话是这样讲,一定是要这样说的。 但是第三节,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启示。 好,那这里中文我们特别有一个注解说,是认凭。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或错,我认凭法老的心刚硬。 他就让法老想做什么的时候,神不要去干涉他了啦。 对,法老最后一定他绝对不会让百姓去的,他没有那么容易啦。 最后神说他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启示。 因为这些神迹是有神的用意的。 第五节,当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主神。 那神如果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最后你看第四节,法老一定不会听你们讲的话。 神已经知道后面有发生什么事情,跟摩西亚伦先讲好的。 那接下来,我就要伸手重重的刑法埃及。 然后注意看这句话,神说将我的军队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这个是在世人眼中,在法老的眼中,这群人是奴隶啊。 这一群人,以色列人是奴隶啊。 这些人是埃及金瞧不起的。 他就觉得说这些人能够活,为他们做一些事还有一价值,没有的话就把他们杀了就算了。 对法老来说,这群百姓根本没有价值。 但是对神来说,神说他们是我的军队。 神要训练他们的。 这一群军队要怎么成为强大呢? 等到他们离开了埃及,照神的方式去侍奉他之后,他们就会变成神的军队。 这是神已经看到后面的结局了。 这个时候先跟摩西说,我最后要将我的军队从埃及领出去。 这个在神的眼中,这群百姓很重要。 因为这群就是神军队,神的国度里面的这个精兵。 他们是愿意侍奉神。 愿意听神的话的人。 所以当时候摩西,他已经知道神的旨意的。 神已经这样命令他们呢? 所以我们看第六节。 摩西亚伦就这样行,神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 这个就是忠心的神的功能。 在当时代是最困难的一件工作。 跟这个王交涉。 而且他很凶的。 但是你现在要去见他的人要像神一样的。 那接下去我们会看到摩西他的那个表现。 他真的是执行神的权柄。 同时摩西也很有爱心。 他的心是很软的。 那个法老一讲什么,拜托我。 摩西说好好好,我去跟神祷告。 那摩西一祷告神就听了。 所以我们从第七章以后就看到, 接下去在埃及神要施行这个十个神迹启示了。 其实这段话,神在旷野,在那个河列山的时候,跟摩西已经讲过一次了。 那在要回去埃及的路上,神又讲一次的。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 你看神是怎么样装备摩西的,通知他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第二十一节。 第四章的二十一节。 主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 要留意将我只是你的一切歧视行在法老面前。 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一样,这里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一样是我任凭他的心刚硬。 所以后面你看到这样的描述,基本上都是神任凭法老做他想做的事,都不管他。 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主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 二十二节。 以色列是神的儿子,而且在神眼中是长子最宝贵的。 这一群儿子最后要成为军队。 要离开埃及去侍奉神。 要建立神的这个国度的。 好,第二十三节说, 我对你说过, 我对你说过, 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 你还是不肯容他去。 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 你看,这个地方是神已经跟摩西预告说, 那个佛老王会有什么反应。 他绝对不会让你们走的。 但是,他说, 我对你说过,我已经给你下过命令了,但是你还是不听。 那个命令是什么? 要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 你不肯听,所以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 所以,我们就看到最后,神已经预告, 佛老王要屈服的,唯一的条件就是, 当神急杀埃及长子的时候。 好,这个就是在回埃及的路上所说的话。 我们看摩西,他真的是神的中心的仆人了。 他回去埃及以后,就真的照神所说的话去讲了。 我们如果看第五章和第十三节。 哦,第一节不是,第一节。 五章第一节。 好,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主是以色列的神。 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所劫。 他们现在真的,先跟以色列人报告完之后,两个就去进法老王了。 他跟法老报告说,他在旷野发生什么事情。 主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要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所劫。 好了,第二节。佛老直接反应说,那个主是谁啊?是我听他的话。 为什么我要让以色列人去?他到底是哪一号人物啊? 那个法老说,我不认识主,我也不可能让以色列人去。 那所以问题就,这个法老他不认识主啊,不认识这个以色列人的神啊。 所以摩西亚人很好心啊,跟他介绍说,我来告诉你,我们见拜的神是谁。 所以第三节,他们说,以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主我们的神,免得祂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这是摩西跟法老介绍他所拜的神啊。 希伯来人的神,因为当时候在法老眼中,这群以色列人叫做希伯来人。 他们是从大河那边哦,来这边聚居的。 大河,从大河那边,从布拉大河那边过来这里,住在这里的人啊。 所以其实他们是占居的,他们是聚居的人。 所以摩西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我们现在是被神找到的,是被派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把神的话告诉你说,要求你让我们可以出去,走三天的路程,在那里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神祭祀献祭。 好,那摩西这样一讲完,结果如何? 结果,那个法老说,你们是懒惰人。 你们就是时间太多才会想到要去拜神这件事情吗? 那表示你们现在的工作还不够多啊,还不够苦啊。 所以你看第十七节,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主神。 摩西去讲完之后,结果百姓现在工作反而更多了,重担更重了。 所以接下去,法老直接下命令说,这个以色列百姓现在他们要做的工作更多,怎么样,自己去找材料来做状况。 啊,如果没有完成工作呢,就折打他们。 所以第五章十四节就看到,这些以色列的官长他们就被打了。 结果接下去,这个压力从哪里来?摩西亚人的压力从哪里来呢? 现在法老不听,以色列百姓更苦。 现在以色列的官长就把这一股气都发在摩西亚人身上了。 所以第五章二十一节,这是以色列的官长他们现在看到摩西亚人之后所说的话。 愿主见察你们,实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因为他们觉得说摩西真的是没有让他们得到任何疏解,反而担子更重,他们生活更苦。 其实这个是神早就跟摩西预告的结局了。 只是没有料到说,法老现在把这一股气就反加在百姓身上,让他们更辛苦。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那个世界的王,你看他跟神对抗, 最后他那个气都把它加在他的百姓,神的百姓身上。 就是要去奴隶属神的百姓,让他们没有时间去敬拜神的。 换今天的话说,就是让他们更忙。 让他们忙到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要敬拜神。 然后在他们忙碌当中,他们就可以享受埃及的这些出产。 哇,他们觉得很享受。 我们一定要从法老的那个手段看到魔鬼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摩西他也没办法了解说,怎么会这样子啊。 因为事情的发展跟他所想象的不一样。 虽然神已经早就讲过了。 这个说明我们今天,有时候对神的话的了解,跟实际的体验有差距。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话语的那个领受度不太一样的。 因为一样一句话,那有人可以听到不同的角度去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人跟人间的误会啊,是因为话听错的。 这个是把讲的人他讲的意思,把他听到另外一边去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再去好好地想一想,有时候就会产生误解,然后这个就是中途就来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啊,你听到一句话说,咦,怎么会这样讲啊。 要去问清楚说,诶,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然我们就用自己的想法说,啊,一定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误会了。 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人跟人要实际沟通。 那有常常沟通哦,那个讲话的那个方法啦,他表达的那个模式,大概就比较容易了解,比较不会产生误差啦。 这个,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的。 那我们需要把它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弟兄姐妹之间要实际有沟通。 那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误会。 那所以当时候摩西哦,他现在遇到这样的状况,他现在怎么办,他只能够跟神祷告。 现在百姓的官长现在把这个气都放在他身上,他现在要跟谁诉苦呢? 现在摩西五章二十二节摩西就跟神,回到神那里去跟神祷告了。 二十二节,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二十三节,自从我去见了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呢? 二十三节,自从我去见了法老,奉你的名义,他就把这百姓引起来。 那其实,这是神已经说过,法老他绝对不会屈服,他就是会有一些手段让百姓更苦的。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是一个过程的。 可是我们人通常觉得说,我们只要去执行神的工作,我一讲了,这应该就有效果才对。 这其实是第一次而已啊。 那所以啊,我们人常常会期待说,这个神的作为马上就很明显。 但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子。 神上是有用意的。 因为接下去,神要施行一连串的神迹启示,来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谁。 那另一方面,也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埃及不是他们的家。 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觉得埃及很好,他们不想离开,神要怎么带他们出去呢? 我们今天,很多事情如果要推动,都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我们觉得说,这个很重要,我们愿意这样做,才容易。 所以,其实,神,祂的计划非常完美的。 要一步一步照着时间来。 那是神的,神的仆人跟百姓要配合神的工作,要一步一步地配合。 其实,神,祂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取得一个大变化。 我们现在看《生命记》。 《生命记》,我们来读三十二章。 《生命记》,我们来读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 第十节。 《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 主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烦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十一节。 又如鹰搅动草窝,在除鹰以上两次三斩,揭起除鹰,背在两翼之上。 十二。 这样,主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你看到第十一节,特别提到说,神像那个老鹰搅动他的那个窝。 当这个雏鹰不得不学着飞了,然后他就张开他的翅膀,把他们接住。 《老鹰》,那个小鹰怎么学会飞啊?这个就是老鹰的智慧啊,那个母鸟的智慧。 你看,我们看那个,有时候有些摄影家会去拍那些影片啊,你就看到那个老鹰是怎么喂小鹰的。 那个小鹰,他在那个树梢上面那个窝很安稳的,没有什么仇敌会来伤害他们啊。 那就是在那里晒太阳啊,懂吃的啊。 那肚子饿了,嘴巴开开了,那个母鸟就来把东西放在他嘴巴里面啊。 然后吃饱了,很舒服的就睡觉。 他这个窝里面他很舒服啊。 虽然有时候那个小鸟在窝里面吵架, 但是他们觉得没有问题的。 那等到时间到了,他们应该要离开,要怎么办? 一定是要把那个窝把他搅动,把他们推下去。 他们才会学着飞的。 那这个就是神训练他的百姓。 好,那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动,让以色列百姓觉得说,吃下去,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久留了。 神要他的百姓经历苦难。 他们才会向往那个应许美帝的那个福啦。 最后他们才会甘心的跟着主往加安地前进。 那其实神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他要百姓去侍奉他。 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根本不是真的认识说这位神到底是谁。 神默默爱他们,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知道说,他们受苦,对不对? 他们被压迫得很严重,但是他们生养众多,人数越来越多,超过埃及人。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后面在看,我们已经后代的人在看前面所发生过的事情,整个结局都看清楚了。 可是他们当时候,你看对神的这个爱,神的保守,这个能力,他们也许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一个家,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个整个数据。 我们现在数据很重要,如果我们收集很多数据,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趋势,然后看到一个好像神的作为就有一个轮廓。 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的,他们每一天就是很劳苦。 可是,他们虽然很劳苦,但他们就不会死。 他们生活好像过得很辛苦,可是他们又继续生养众多。 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每天一直过去,一代一代一直过啦。 但是这个当中是神的爱,神在保守他们,他们可能没有感觉。 好,现在神要百姓出去侍奉他,他们一定要先认识这位神到底是谁。 我们来看神对摩西说的话。 第六章,摩西祷告完之后,神就跟他回应。 第六章第一节,主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最后,法老是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了。 那是因为有神的这个大能的手,所以法老才屈服。 好,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第二节呢,接下去神小御摩西。 这是神对摩西特别的启示的。 前面第一节是摩西祷告之后,神对他讲的话,回应直接祷告的回应。 那接下来第二节说,我是主。 第三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主,他们未曾知道。 第四节,我与他们坚定守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 第五节,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 你看这一段,重点是神跟摩西说,我是谁。 这里中文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主这个意思。 以前,因为第三节,神用过去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时候,祂说,我是全能的神。 那至于我的名主,耶和华这个名,祂说,他们不知道的。 那可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 当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已经走了,他们聚集在迦南地。 但是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子孙,当产业。 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苦,我听到了,我现在要纪念我向他们所起立的约,我要把这些人带进去迦南地。 所以这里提到说,为什么神要把这些人带到迦南地去,其实是要让所有人了解神是首约的神。 神立过约,祂一定会执行的。 虽然在人看来是不可能,但是神用大能的手就要把这个事情完成。 好,那我们接下去看第六节。 接下去祂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好,接下去就是特别要传达神的话,神的计划给以色列百姓多了解,这位神是谁。 其实这个也是神对百姓的应许。 他们出去侍奉神之后,他们必要得到的。 第六节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主,我要用伸出来的绑壁重重的闲怀埃及,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 第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主,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第七节,我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赛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主神。 这一段话是神的应许。 你看,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他都在讲我是主神。 就是要去让百姓了解说,这位全能的神,他是跟他的百姓有关系的。 他是跟百姓立过约的。他是照顾人的神。 他的这群亚伯拉罕以赛雅各的子孙在受谷,他都知道。 神说,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我要把你们领进去那个应许的地,让你们得到违产业。 这位一直在讲说,我是主神。 就是要他们确定说,所敬拜的对象是谁。 可惜,当百姓他们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在苦难,在这个重担底下,他们听不进去摩西讲的这段话。 因为我们看第九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为苦工愁烦就不肯听他的话。 你看这里提到说他们因为灵,他们在灵里面很痛苦。 又因为他们所受到那个艰苦的工作。 那就不肯听摩西的话。 对神的那个应许,那个神对他们的这个爱,他领受不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生活忙碌当中,对神的那个话献不下去的。 像我们有时候,如果生活忙碌,缺少亲近神的这个样的生活,我们有时候对神的爱甚至会怀疑。 特别我们如果遇到了很多生活上起的风波,我们就会对神的那个恩典没有感觉。 那甚至,我们都会觉得说,我敬拜神,那神在哪里,怎么祂没有照顾我。 其实神不是没有照顾。 他正用祂那个大能的手,默默在引导保守我们的。 要让我们可以经历祂的这个作为。 然后可以更认识祂。 摩西,他现在,神已经多次的跟他讲了,他要做的工作。 可是当摩西把这个神的话讲完之后,讲给法老听,法老拒绝,讲给以色列听,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听。 好,我们看第六章十二节。 摩西在神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听我这个左口笨蛇的人呢? 这个时候连摩西自己都觉得没有信心了。 他在要回到埃及来见法老拒绝,就是跟神这样讲,我是左口笨蛇的人,我不会讲话。 其实是因为摩西去讲神的话,百姓不听,法老也拒绝,他就越觉得说,那我的话没有用,人家不会听我的。 但是神跟他说,第十三节。 你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哪里去?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十三? 哦,第十三节。 你就是要去跟法老下命令说要让以色列人去就对了。 好,我们现在跳过去看第六章后面。 第二十八节。 当主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主,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 第三十节。摩西在神面前说,看啊,我是左口笨蛇的人,法老怎么肯听我呢? 神一直要摩西去讲,摩西一直说我不敢说,说我不笨蛇。 但是神其实他一直在加强摩西的信心。 你要,你看第二十九节,神跟摩西说我是主。 我对你说的话,你就去讲给法老听就对了。 接下去,你就去要跟法老下命令说,啊,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 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何等的坚定了。 接下去,神的目的就是一定要完成工作。 我们从第六章就看到说,这个一直在让我们了解说,这个主是神,我们今天拜的对象是谁。 祂是掌握一切的主宰。 我们只要愿意照祂的话去做,我们最后一定会看到祂是怎么来栽培我们的。 神要他的百姓去侍奉他,是欢欢喜喜的来称掌赞美他的作为的。 我们看诗篇一百篇。 诗篇一百篇。 我们来读第一节。 诗篇一百篇。 普天下当向主欢呼第二节。 你们当乐意侍奉主,当来向祂歌唱。 第三节。 你们当晓得主是神,我们是祂造的也是属祂的,我们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场的羊。 经读。 因为我们都能够听到神的话。 祂要我们出去,离开这个世界,进入祂所应许的那个美地,在那里侍奉祂,赞美祂。 我们一起来唱诗。 我们唱三百九十二首。 三百九十二。